国光女神安以爱有着火辣身材和甜 美的脸蛋加上个性直爽可爱 因此成为很多男生的女友理想型 先前她曾与综艺天王吴宗宪传出绯闻 甚至被关上新一代线扫的封号 引起热烈讨论 不过后来双方都出面严正否认 安以爱也表示吴宗宪对她来说只是 各值得尊敬的前辈而已 日前她上节目《麻辣天后传》的时候分享 自己的过往经历 原来先前她在展场当 showgirl或是当模特儿时 竟碰上心机假面闺蜜故意搞破坏 让她因此出丑 直到后来看监视器还原 真相时才发现惊悚真相 我觉得好像在看鬼片 安以爱在节目上还原当时的真相 原来那时候她和三四个女生一起去拍摄平面广告 到现场之后大家在休息室一起非常开心的聊天 而其中的一个女生特别热情 还特地跑来跟安以爱说 喂 我有看过你喂 你拍的东西都好好看 我好喜欢你哦 当时安以爱也心里暗想 哇 这女生好可爱 后来聊到一个段落后 大家就纷纷进到更 一是李换衣服 但没想到当他换好衣服走出 来的时候 却意外发现自己放在另一个房 尖的女婆被剪成一块一块的碎片 完全没办法穿了 由于当时大家都一起去换衣服 所以安以爱根本不知道是谁做的 结果这时那个热情女生第一个跑出来惊喊 Oh my god 你的new bra怎么会变这样 是谁 怎么这么坏 安以爱表示当时现场很混乱 因为大家都很慌张 她无奈笑说 很像在玩狼人杀 那时候我就在看 大家的表情 想说到底是谁啊 后来拍摄时间到了 安以爱只好无奈上阵 结果因为没有new bra可以黏 导致整个胸部看起来开开的 视觉效果大打折扣 不过回家后他越想越气 我一定要知道是谁 后来他打电话询 问制作单位 才发现其实休息室内有装摄影机 一调画面来看后才发现惊人事实 原来犯人就是当初那位跟热情跟他搭话 说我好喜欢你的女孩 安以爱心 有余悸的回响 我那时候觉得我好像在看鬼片 他就拿着剪刀 就开始在那边这样剪我的new bra 我真的觉得好可怕 超反转的经历让主持人历经也惊寒 这可以报警吧 安以爱则无奈表示 反正也拍完了 你去跟他争那些也没有用 我就想说算了 而该名女生据说也因为用过太多心机手段 夸张举动在圈内传开 所以后来慢慢淡出模特尔圈了 一起来看看精彩的节目片段吧 名枪一躲 按键难防 这种躲在背后的假面 闺蜜真的好可怕啊 表情 感谢观看